接下來請繼續收看 創意理財盡在運通 歡迎收看股市將軍 今天台北股市啊 那受到一些波折嘛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台北股市 這台北股市啊 同學這是台北股市 老師怎麼辦 中美貿易大戰要開打啦 要開打對不對 好 如果要開打 請問各位 你現在手頭上的股票 跟中美貿易 有沒有百分之百的相關 你要先思考這個問題喔 而不是看到今天美股 哈哈美股今天怎麼一開盤 昨晚這樣一殺殺殺殺殺殺殺 跌了快3% 費半也是跌了快3% 看一下美股 這美股喔 各位要留意喔 這有系統性的風險喔 這是有系統性的風險喔 你自己看一下 你自己看一下 他整個 整個 他整個是用灌破的方式 那你說那接下來 接下來費半會不會有問題 好 那是台北股市 好 那我剛才你說過了 你來到市場 你不要被大盤給嚇到 但是你要做好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趕快跑嗎 老師要崩盤囉 要崩盤趕快跑對不對 這是一般 一般人的想法 但是各位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 假設美股 他有出現所謂的風險的時候 台北股市也會跟著會有所連動 那你接下來 你接下來應該選擇什麼樣的股票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告訴我說 老師我們應該來 來看一些什麼股票是可以放空的 如果你是這種心態 我保證你賺不到錢 我保證你賺不到錢 因為你什麼 你總是看著指數在跟我回答問題 你總是看到 你總是看到問題 你就像今天這個位置 跟這個位置像不像 像啊 你就會告訴我說 老師 那今天會不會跟這個位置是一樣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回答你 如果是同樣的位置 那可是 1 2 3 4 你知道這四天很多股票 各位你有沒有印象 這個四天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是把股票賣到所謂的最低點 你忘記了 過年 過年很多人是持股出青 持股出青 為什麼 因為這邊灌下來 很多人在大跌的過程當中把什麼 你把你的股票賣掉了 但是你也不要忽略 你也不要忽略這一段的跌勢 因為這一段的跌勢很多股票 也是跌的鼻青年總 那我問各位一件事情 那你可不可以在相對 相對的位置 相對的位置 你去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去選擇跟台北股市 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就算台北股市 就算美股再崩再跌 你只要會挑 你會挑什麼 我讓你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動作 你會挑還是 還是有辦法賺得到錢啊 我先讓你看一下昨天 我昨天有跟各位 跟各位說明過了吧 這個 我有沒有跟你說明過 有吧 有吧 我有跟你交代過吧 第一趟 第二趟 對不對 那我有沒有跟你說明 你懂得買 懂得買 那你要會賣喔 你要會賣喔 那我昨天也跟你分享過了 那接下來我會選擇的是 跟台北股市有沒有 你不用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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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昨天 這是今天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可以掌握 接下來買什麼股票是最安全的 而且跟指數它是完全不相關 就算我們今天買的這檔股票 漲停板 你說不能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能做 我覺得奇怪 為什麼好像 你們只要看到跌都會很緊張很恐慌 那看到漲你就會很興奮想要去追去追去追 事實上今天台北股市在跌200多點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感覺到就是說 其實跌聽板的加速並不多啊 而且跌聽板的股票都是那些漲得奇奇怪怪的 不是嗎 那那些股票我們也沒有 那你就不用怕 你只要記住我講的你不要買在高檔區高檔區 你不要去碰高檔區的股票 你不會怕台北股市跌 甚至你跟我一樣 你跟我們的會員朋友的心態是一樣的 你的心很沉穩 而且你會期待就是說 這個台北股市跌 跌是好事啊 已經一萬一千多 一萬一千多 你順向讓它稍微一個修正 那不是很漂亮的事情嗎 因為我想在修正的過程當中 在修正的過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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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尋找到很好的標的很好的股票 就成如在修正的過程當中 你才有機會去買到像什麼 像這樣子的股票啊 浴金光啊 你才有機會去買到什麼 低檔去讓你買的股票啊 不是嗎 那包括呢 你在什麼 你在相對的地方 你才有機會買到像這樣子的股票 不是嗎 那你來看一下 你來看一下 你說這個盤跌兩百多點 跌兩百多點 你來看一下我家的股票 你來看一下我家的股票 欸 你你你你你很清楚喔 我很喜歡買這種突破平台對不對 突破平台 老師啊你怎麼有什麼要買這支 老師你怎麼要買這支 我問你一個問題 他就算今天的漲停價 他今天的漲停價才17塊多 漲停價17塊多的青鋼 那你 如果知道一些相關的東西 什麼叫相關 台北股市跌 美股跌 亞股跌 歐股跌 沒有關係 但是你只要知道說 這個股價17塊錢 17塊錢的股票 他可以配發2塊半的股利 再聽一次喔 如果這一家公司 目前的股價才17塊多 而且 您看得懂吧 我相信你技術分析都比我還厲害 這有漲過的股票嗎 這前面都沒漲過 沒有漲過的股票 但是你只要知道他要配2塊半的股利 那你 你會算嘛 你們都很會算基本面吧 本益比會不會算 殖利率去算一算 那我請問各位 17塊多 17塊 同學啊 17塊多的股票 配2塊半的股利 漲停板 漲停板你都要追啊 漲停板你都要追啊 2塊半你們不是很會算本益比10倍嗎 17塊多 2塊半的股利 那你管台北股市跌啊 你管美股跌啊 漲停板啊 漲停板啊 我昨天跟你講的大田 來來來我讓你看喔 講大田之前 先讓你回味 玉宇老師這個人是說話算話 我說我在去年的7月 去年的7月 你沒有看錯喔 去年的7月 去年的7月 如果 如果把這個遮起來 你覺得它是一檔 你覺得它是一檔會漲的股票嗎 你覺得這種股票會漲嗎 你覺得會漲嗎 你回答我 老師 我看這支股票很有 這個震盪 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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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了那麼久 這什麼股票啦 老師這敢不去啊 好 你們一定有在7月初 看過這一張字卡 我昨天說我忘了帶 我今天就要證明給你看 當時候你看過這一張字卡 最少看超過5遍 你可能忘記了 我來恢復一下你的記憶 如果你長期時間在收看 余老師的節目 你一定會有看過這一張字卡 因為當時我在介紹 現在的名字叫大義金帽 可是之前的名字叫什麼 叫大義科啊 你們有沒有印象 放大一下 他之前做什麼 他之前是做背光模組 他之前還沒有改名喔 在還沒有改名 很多人都很佩服余老師 老師還沒有改名耶 你怎麼你怎麼先給人家改名字大義金啊 老師你怎麼他改名叫大義金帽 他明明就是大義科啊 背光模組的大義科啊 可是我卻領先告訴你喔 我領先好久 我領先好久告訴你他要改名字 你有沒有印象 老師好像有人 你好像有提到大義金帽耶 你還跟我們講說他要改名字 因為他先前是做背光模組 做不贏別人嘛 那所以呢 轉型嘛 轉汽車電子嘛 你還看一下 當時候你一定有看過這個字卡 你最好看超過五遍 當時候我給你講說 大義金帽轉投資 就是這一家 你有聽過黃田吧 那我當時候給你講什麼 放大這個就好 放大這個來 這個 淨一個股本 淨一個股本 淨一個股本是什麼意思 就是10塊錢 如果在這個位置你知道說 後面有10塊錢 後面有10塊錢 來來來看一下電腦 如果你跟我一樣 你在7月還沒漲的時候 你看到是這張啦 你看到你7月份 還沒漲你是看到這一張 看到這一張 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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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名字叫余振鈞 這個人 跟你講 一個股本 潛在獲利 一個股本 我領先市場的快9個月 你現在都知道啊 你現在都知道啊 你現在都知道 老師前三季7.58 7.58加第四季 會不會有10塊錢 7.58加第四季 那如果有一個人 他可以在去年的7月 在去年的7月 你已經看到這張字卡 沒有看過的人 你可以去上網 你用YouTube去看 沒有這張字卡的 所有的觀眾也好 會員朋友也好 隨便你啦 你來找我 你給我做啥我就做啥 那這不是資訊嗎 那這不是資訊 那這是什麼 我說過市場一定有資訊啊 一定有資訊啊 但是我今天先交代一下各位 你千萬不要 你千萬不要20出頭的大一顆 你不買 那你現在來問我說 余老師 現在52塊9可不可以追一下 你看一下這個 為什麼我沒有碰大一斤 你剛才看到啦 他前三季是不是7塊半 7塊半 7塊半的股價50幾塊 再看一次 7塊半的股價 是50幾塊 那我可不可以推薦你8924 來看一下8924的大田 8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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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塊錢股價目前才40塊 那你會選哪一個啊 大田比大一斤啊 欸他 我不能跟你講會配多少啦 但是你目前的股價一個50幾 一個40塊 點到為止 有些事情 就像我的嘴巴 不能講 該跟你講的都會跟你講 講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先進光出我沒有講嗎 我有沒有跟你講 還是什麼 還是等他創新高 我再來說 欸我又有了 沒這回事 沒那回事 那為什麼我會買青鋼 為什麼我們買大田 因為這跟台北股市的指數 完全不相干嘛 就算台北股市 就算美股 碰盤中錯 沒有關係嘛 哪有什麼關係 但是你的股票你要小心一點喔 因為他們中美貿易那些 克來克去的 一個克什麼15%的 一個克25%的 你的股票不要被克到喔 被克到其實 後果是不一樣的喔 不一樣啊 你不覺得嗎 你不覺得嗎 你管大盤今天跌啊 你管大盤今天跌200多點啊 你大盤跌200多點 那我再問你一次 股價才17塊 欸同學啊 17塊 配2塊一半 我有時候說 有嘴沒爛耶 我不是要說什麼耶 好啦來跟我做啦 來啦 不要想太多啦 你想那麼多 因為我覺得有 我節目上一直跟你分享很多很多很多什麼 因為我一直強調 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不是那種股票包裝師 各位現在看他的節目的平台 都叫股票的包裝師 他們會想盡辦法 把一支股票包的就是好像 你非買不可啊 你非買不可啊 但是我相信喔 如果你在低檔區用力的包裝 那我們給這種老師 給他兩個讚 但是如果你看了分析的節目 是在高檔區高檔區高檔區 還在跟你包裝股票 這種節目你不要看 我不會騙你 因為你只要中一次 你只要高檔區你中一次 你沒機會 你沒有機會翻身啦 不要跟我討論說 老師啊我會不會翻身翻倍 你就中了一次你怎麼翻身翻倍 不是嗎 那你要來喔 我先跟你講喔 你要來喔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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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身翻倍 那你要做一件事情 那你要來 你要來 我跟你講 你唯一的方式 唯一的做法很簡單 我想也沒有那麼複雜 那做什麼 做股票你要你要像我們這樣子 股票在相對低檔 跟相對高檔 你所要做的決策是不一樣的 一個有智慧的人 你的做法絕對不是千篇一律 不是都 你基本面你就用基本面 每次都基本面操作 那你技術面操作 你每天都在看什麼看電腦 叫你買你就買 叫你賣你就賣 你要靈活 你要知道說現階段 現階段如果台北股市 如果假設這大盤好像還有機會再做一個回撤 那美股今天晚上 禮拜五晚上如果再跌 那我們應該去選什麼樣的股票 我們應該把資金 就像我們今天把資金 我們把資金今天去做靠攏啊 不是嗎 會沒有 我們今天是把資金靠攏到 跟指數是沒有相關 沒有相關 沒有相關 這跟指數哪有什麼關係 我問你 這個指數有什麼關係 這跟指數有什麼關係 17塊的股票配兩塊半 這跟指數沒有關係啊 搞不好禮拜一 禮拜一就啪 你們要是啪那種感覺啊 這跟指數有什麼關係 這跟指數有什麼關係 指數啊 指數你就參考 指數你就參考 指數大盤跌兩百多 我的股票開低給你買耶 你要來 你要來 那我今天要讓你做一件事情 你要來啊 那我今天 我今天不要用字卡 那你今天來 我給你一個特別的 那我們用限定版 你只要五六日這三天 我再講一次喔 你只要五六日這三天 你打電話進來 你就告訴我們的服務人員說 你要限定版的 限定版的 限定版的 我先講 我先講清楚喔 我剛強調智慧 有智慧的人 你今天來找我 交個朋友可以嗎 因為我一直不想寫 因為公司 我常被公司罵 公司都說你寫什麼 那不可以吸收你 你會一直在吸收 你 你不必要這樣做 沒辦法 我的人就是不一樣 今天你這個 先看好喔 這個喔 這個平常是最低對不對 一半 我再講一次喔 平常這個是最低 最低對不對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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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知道 你要跟我講說 老是美股大跌 我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 對 沒有信心 因為你沒有信心 我跟你一人一半 已經最低了 我又給你一人一半 但是你不要下個禮拜喔 你千萬不要下個禮拜 打來跟我的服務員講說 你上禮拜有 老師有說一人一半耶 你不要等指數又開始 又上去的時候 我確定了 我也要一人一半 你告訴我 你不要這種 你不要說這種 我又要鳳老師 我也要一人一半 你今天來找我 我跟你一人一半好不好 那我今天會誠摯的邀請 各位的原因是說 因為接下來台北股市 他如果有風險 你要先把風險先降低 你風險沒有降低 你這一波 如果假設又出現了一次 那你怎麼來找我 你現在是可以來找我的 但是你說 你的股票你沒有去處理它 就算我後面有 有好的標的 好的股票讓你去中壓 你都沒有機會 你今天要來 你今天要來 你今天要播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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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平常就是最低 那我今天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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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就是要讓你 跟得上腳步 一半就是要讓你恢復信心 一半就是要讓你 反 敗 為 勝 一半 撥電話 撥電話 坐著你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上 二 有步 三 穩住 抓住桌腳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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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 大行车则需以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 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 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哦 来 体验一下好不好 体验什么 体验赚钱的感觉嘛 那要赚钱 那你要靠方法 请你来试试看可以吗 每天请你来 不要再跟我讨论老师台北股市美股会不会崩盘 崩盘 每一次崩盘你都有份 那你要像我们一样啊 我刚刚也强调了 台北股市美股 亚股 欧股都一样 它在不同的时间 它就会有出现相对的系统的风险 对不对 但是你也知道说台股 是台股会不会被美股给拖累到 那如果会拖累到 那你是不是应该在买什么 买像这样的股票 而且我昨天都跟你交代过了哦 我昨天很诚实的跟你讲 我哪里卖 我都跟你说45块以上 昨天46 我就没有在印字卡了 那我也很诚实告诉你 我买什么 买这个大田 那今天台北股市跌 跟我们什么关系啊 没有关系啊 那这个也是啊 这个也是啊 这跟我们 我请问你 今天大跌 今天大跌 那大跌也有好的标的 最好的股票啊 我说他17块多配2块半 17块多配2块半 你管台北股市跌啊 我当时候跟你讲大一斤 你记不记得 大一斤大一斤 问我问你 我要请教一下 哎 这个先不要碰 因为什么 因为股价已经什么 股价已经反映了 那哎 7块半 的股价是50几块 那我问你 大田 8块钱 你觉得会配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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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7块半 股价50几块 那我给你推荐的大田 8块钱 哎没有加第四季哦 股价才40块 那当然要 当然要买低一点的吧 买低一点的啊 而且我一直再三交代 我为什么昨天节目上 我就直接跟你面前讲 我说我出了 这边20 这边30几 我有交代啊 我说我这个人做事情 我都一定会有跟你交代 为什么 因为我们卖了 我们才有资金去转 转买 大田 资金才有机会去买青钢 那我说过 那 这个 是哦 最低 今天啊 让你什么 一人一半 把电话拨通 把电话拨通 把电话拨通就 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台湾印章 顶级手工银行硬件 公式将材质100种 期待章胎毛笔 免费英额立法 台北29226422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 2365 9333 02 2365 9333 102 2365 创业比赛 竟在运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